我想其实这个是让责任跟义务可以相符的一个修宪复决案 那原因是因为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说 18岁的年轻人本来就要过完全的刑事责任 那过去呢我们很常讨论的法是民法的成年 那其实在2020年底的时候 立院已经把民法的成年也下授到18岁 所以等于明年开始呢 刑法跟民法的成年年龄都是18岁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剩下的最常被讨论到的就会是投票权 因为呢我们18岁的年轻人现在要不完全的刑事责任 然后同时可以比如说签约租赁养宠物等等的 但是却没有办法投票 这是非常奇怪的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是当暂时的时候 其实18岁的年轻人是有不义的遗物 可是呢却还是没有办法投票 这个非常的奇怪嘛 那过去呢欧洲国家也是在二战之后 因为当时的战争的关系 那在二战之后也有讨论到这个公民权要下修的问题 那后来在二战后到1970年代 欧美国家都陆续修正了 所以呢我想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意义 那我们也应该要支持这件事情 让年轻人可以提早两年去决定自己的未来 而且现在世界上两百三十五个国家跟行政区 只剩下百分之十五十二个是没有 就是投票权是在二十岁以上的 那台湾其实就是在这十二个之一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当务之急 我们应该要让年轻人提早可以投票 提早决定自己的未来 Legislator Lai How high do you believe the probability is for this referendum to successfully pass and what obstacles do you foresee 老实说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年三月呢 这个案子在立院基本上是出席的委员全数通过 但是实际上进入我们这个公民复决的时候 需要九百六十二万票啦 虽然我们都喊九百六十五 就是多喊一点 但其实要有大概九百六十二万票 所以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但所幸呢 其实之前包含WINO那边的一些资料 我们都认为说是 其实实际上没有这么困难 就是说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蛮遗憾的是说 当时啊 当时在立院表决的时候 我刚刚有提到说 所有的立委都是全数同一 可是实际上各个政党 在动员的状况下 完全动员的状况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想民进党基本上算就是几个政党里面 最主动不断地去宣传这件事情的政党 但是也很遗憾的是 我们看到国民党 有部分的干部跟基层 其实在这个群组里面 在他们的群体里面 是到处在宣传说 不要领这个公民复决票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去注意 去反思 去睁大眼睛 去看到底谁是真的在支持年轻人的权利 there have been a record number of female candidates running in this election does this reflect that Taiwan has progressed and come a long way in terms of gender equality in the political arena 其实这件事情 我过去在一些访问有谈论过 就是说台湾在性别平权这一款 一直在亚洲东亚 本来就算是一个指标性的国家 那当然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未进之夜 但是基本上 我们一直都是相对的比较好的状况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 还有随着禁免这个 民主开放的程度 还有性别平权的程度 越来越开放 最后会有这个结构 我是没有特别的意外 只是说呢 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要去检视 就是说我觉得现在 第一是我们女性参政 当然跟很多国家比起来 状况是比较好的 但是第二个是 还是有很多的女性候选人 背后都还是 可能父亲啊 宗族啊 家族的势力 所以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它还是跟那个 传统的父权结构 是脱不了关系的